新媒体新时代中天化界演出 台湾队的得奖率更是全球第一 拿着金牌奖杯 时事们笑得好开心 祝日内瓦大使也特地来祝贺留下合影 日内瓦发明展 台湾台表队学生在展场内 专业地向评审展示作品仔细讲解 金牌作品获得欧洲评审高度关注 就是这台布导翁体重机 利用布导翁原理可以像这样直立收纳 节省空间 还能辨别脚温帮你记录体重 是金牌级特别奖的双疗冠军 还有这个小压式隐形眼镜盒 没有戴夹子没关系 往两侧压下隐形眼镜轻松拿 同样获得金牌 同学老师这边都是抱着的非常紧张 所以在昨天公布的那一项 我们全部都非常紧张 另一项获得金牌和特别奖的节能控制灯具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电机系助理教授 才演新设计 把LED灯加装感应装置 人一离开就自动调低灯管亮度 节省能源 目前已经在美国通路贩售 预估明年订单金额将破3亿元 台湾代表队 真气125件作品 得122面奖牌 创纪录 45面金牌 得奖率 更是全球第一 9天新晚台北台中 总和报道